哈喽大家好,火锅店必点的红糖瓷疤,外焦里软香甜软糯,其实在家里边做也非常的简单 100克糯米粉,少量多次的加入温水,给它揉成一个比较光滑的糯米面团 放到案板上,给它整理成一个长方条,如果不是特别好操作,可以稍微的蘸一些水 厚度大概在1厘米左右,切成像食指大小的小长方条 也可以给它搓成圆柱形,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就可以,但是总之不要太大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,不用浪费太多的油,用煎的方式就可以 把这些糯米条均匀的摆入锅中,切记中间一定要留一些缝隙,不然它们会粘连到一起 用小火来回不停的翻面,煎到这种全部都变成焦黄的状态就可以 盛出来,摆入盘中 找一个小一点的锅,放50克清水,50克红糖,小火熬,一直熬到这种起大泡 然后再成这种黏黏的,可以滴落下来的状态就可以 在煎好的糯米斯巴上,撒一层黄豆粉 如果没有现成的黄豆粉,就把黄豆炒熟,然后用破壁机打成粉也可以 最后再淋上红糖汁就可以开吃了 绝对是餐桌,抢手美食,赶紧动起手来试一试吧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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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